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木谈天 今天是2022年4月2号,星期六 4月1号,上海浦溪封城 开始新一轮核酸筛查 浦溪的高架桥和各条街巷 昔日的车水马龙突然停摆 原本1号解封的浦东 2号宣布根据核酸检测结果 全区均为封控区或管控区 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锁 逐步出户,服务上门 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小区,严禁聚集 这就意味着浦东解封落空了 继续封城 怎么都不愿说上海封城 现在鸳鸯锅变成了麻辣锅 名字叫做静态管理 上海封城期间次生危机贫乏 这在中国近几年的历次灾害中 已经成了规律,非常不好的规律 灾难本身已经让人很难过 那些盲目的自以为是的政策 进一步把已经在受伤害的人 推向更加不幸 4月1号,有上海房东 在社交媒体发帖子 说自己的一个租客 一个90后硕士研究生 毕业已落户上海的姑娘 半夜从出租屋窗口跳窗自杀 这个姑娘最近在朋友圈感叹 入不敷出 自称穷疯了,要发疯 她的邻居透露 被封控的十几天里 她的精神状况 已经出现明显异常 这也太令人心酸了 同时一位我在国内认识的人告诉我 她也在租房子给租客 她的经济状况还行 她已经告诉她的租客 等有了钱再慢慢还房租 很善良的人啊 另外一个网上热传的一段 长春女子哭诉家庭经济困境的视频 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困境 该女子在视频中说 因为疫情,夫妻双伤失业 每月4500元人民币的房贷 无力承担 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现在因为封城 家里连十块钱都拿不出来 全靠信用卡活着 已经步入困境 她的视频充满了忧伤 和对现实的无力感 每个人都在想 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有一位上海家属说 一位77岁的退休医生 独自一人在重症监护室死亡 一位检测阳性 她被隔离了48小时 期间医院没有提供透析 在家属提供给 《华尔街日报》的手机录音中 一名上海官员告诉她的儿子 如果医院拒绝接受病人 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们不能强迫他们 当政府规定医院 不可以接受某种病人的时候 医院要绝对服从 才出现了西安孕妇的宝宝 失去生命 现在说医院拒绝受病人 他们无能为力 听上去好像很无助 这哪里是中共官员真正的实力啊 他们的资源和能力 用在了哪里呢 您看这边摆拍成风 这辆卡车 分明这条路上什么障碍都没有 为什么要停这么远 找了几十个人右手传递物资呢 近日有吉林市居民 抓拍到防疫人员摆拍送菜的视频 视频显示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提着两袋物资走向居民楼门 后面紧跟着一个工作人员拍照 拍照完成后 工作人员还没走到楼门口 就迅速转身返回路边 路边摆放着料料数十袋物资 显然派发给一栋楼的居民都不够 当地街道党工委回应了 说视频中人物为小区物业公司保安 当时即将完成蔬菜配送 却突然接到公司电话 要求拍摄防疫工作照片 用于防疫计时片 官方还说保安完成拍摄后 已将剩余蔬菜配送到居民家中 隔了一天 长春市警方发出公告 说有人涉嫌传播涉及摆拍送菜的虚假视频 已被刑事拘留 警方说该网民是为了达到泄愤的目的 把拼接剪辑的视频放在网上散播 涉嫌寻衅姿势罪 而这个视频明显是一镜到底 并无剪辑的痕迹 而且官方的说法 一会儿说是拍宣传片 一会儿说是剪辑 把自己的脸打得啪啪响 大家从中是不是听出来 铁链女事件的官方多次公告的规律了呢 那个事件中 官方的公告也集中体现了 中共在几乎是任何一次重大事件中采取的手段 当他们的傲慢被民众挑战 穿帮的时候 先是要装作高层震怒 开始认真调查了 都是下边没文化的人干的事 紧接着就是一套系统撒谎 当谎言进一步被戳穿时 他们继续用傲慢和暴力 来压制任何反对声音 意思是说 真相都给你了 你还想要什么 大家想想 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呢 在周而复始的作恶 撒谎 掩盖 恼羞成怒 继续作恶 这个死循环的作业中 大家看看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 没有一件事情是对解决问题有帮助的 没有一个环节是对社会进步有帮助的 没有一个努力是对中国人以后好好活着有帮助的 而且这个系统中 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维稳 他们要开多少会 内部多少秘密通告 传达多少口令 要协调多少国保公安 出面压制民众 这个钱花的多了去了 而且是在中国360度无死角的事情 到了给封城中的百姓协调物资 解决生活困难时 说了 中国很大 要理解政府 转过头来 告诉那些曝光真相的人 你无论在中国哪里 我都可以通过面部识别 姿态识别 实时定位找到你 警察会很快找到你 而且从来都不是一个警察 每次骚扰民众都是一堆警察 您说中国的国家资源到底是太多还是太少呢 中国是太富还是太穷呢 他们会按需要给你答案 这不是吗 刚刚上海人集体喊要吃平价菜 当局火速从山东调来大量特警 到上海镇压群体 每次中国哪里遇到灾难 山东都会送来爱心大白菜 原来山东不止出产白菜 也输出特警啊 特警就不是来防疫了对吧 就是我刚才讲过的 进入了恼羞成怒要维稳的环节了 中共的中国故事 被我几句话总结好了 日前网络曝光上海金山区 婴幼儿隔离点内 大批婴幼儿与父母分离 处境悲惨 场景令人心碎 稍早前有进入隔离点陪伴孩子的母亲 在宝妈群中提及隔离点内的惨状 据她透露 隔离点内大部分都是被迫 与父母分开隔离的孩子 有的才两岁 有的刚出生58天 隔离点条件差到 宝宝拉臭臭到处都没地方洗 让她有了这辈子最最无助和难忘的经历 她还解释说 因为家定区的隔离点都满了 而金山区这个隔离点只收小孩 普通方舱只收大人 所以很多家庭被迫分开隔离 这哪里是第一次 我们之前在网络看到很多孩子被带走隔离 跟父母分开的画面 这些隔离措施令人愤怒啊 在3月31号 法国大使馆代表欧盟向上海外事办致函 其中要求 无论任何情况 父母孩子都不能被分开 接触过病例 但自身没有被感染的人员 不应该送去隔离点 应该允许在家中自我健康管理 估计老外这一闹啊 对外国人的防疫措施马上跟国际接轨 那中国人怎么办呢 从爆发至今已经有两年有余 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反而一次次发生变异 掀起一波波新疫情 我上次讲过 西方国家不是没有尝试过 封控推广疫苗等措施 但是最终选择了全面开放 与致死率并不高的病毒共存 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复原辽阔 人口众多的国家 清零就是加速消耗国家资源 加速中国民众受苦的升级 和加速让经济复苏绝望 通过这次文革式防疫演练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中国人也慢慢懂了 官员真的不会管你 他们真的是可以牺牲百姓 每次跟上海人聊天 都能听出他们满满的优越感 对上海这座城市 在中国占有经济领先 时尚领先 跟国际接轨领先地位的那种优越感 一说起其他地区如何如何 他们会自然地说 这事不会发生在上海 这边官员没那么腐败 老百姓没那么容易被蒙骗 政府的行政手段没那么迂腐 等等等等 这次疫情防控击穿了上海神话 上海人的自信被深深地打击了 我最近翻看国际性大媒体的英文报道 都少不了对上海遭受如此重创的不可思议 和对上海的脆弱感到震惊 同时上海坠落神坛也代表了一件事情 中共多年经营的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效果完全破碎 整个政府的动员力 组织能力 协调能力差到一个不行 暂时唯一一个没有失去的能力 就是维稳能力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通知说 现在要动员党员都给我上 不能找理由退缩 什么意思 他们越来越不能控制 甚至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人 在死亡面前 在生命遇到威胁时 多数人选择人性 而不是被强加的党性 央行3月30号发布 2022年第一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涵盖中国全国5000多家工业企业 结果显示 出口订单指数为40.9% 比上个季度下降了7.8% 比去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 经济景气指数从上季度的56.8 降至53.3 近80%受访者表示 他们公司的运营情况不好或相当差 高盛集团也估计 目前被认定疫情中高风险区的地区 涉及中国GDP的30% 这些地区封锁将导致 中国今年GDP减少1个百分点 中国制造业约占全球制造业的三分之一 而上海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口 其外贸吞吐量约占中国沿海主要城市的20% 上海的外贸物资中 99%竟由上海港进出 那上海和深圳这种过度防控封城 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可想而知 对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可以想象 好了 现在亮点来了 在回答中国人的生活怎么办时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说了 请问低收入家庭哪来的私家车 低收入群体哪来的闲置房出租出去呢 来自中国的朋友们 如果您是处于中低收入群体 请问您是不是也有闲置房被藏起来了呢 都来说说您的想法吧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就请在下面多多留言点赞分享 订阅小木谈天油管频道 也快点加入小木电报频道 不要错过视频通知 想要赞助支持小木的置顶留言 也有赞助链接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